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因转移性疑腺癌并发症去世 不仅震动了美国政坛 也让医学界重新审视疑腺癌的危害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艳凡 美国的新冠疫情还在继续 网课还是返校 面对这个难题 学校和家长备感压力 不断地随着疫情调整计划 选择返校 学校和学生能不能做好足够的安全措施 网课虽然健康风险小 可是远程教学的局限性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如何来权衡返校和网课两者之间的利弊 今天我们邀请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与免疫学教授 而科医生何迈来分析和简答 何医生是一位父亲 一个孩子在上网课 一个在返校 我们要请他分享他的亲身体会 何医生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 那您的一个孩子在返校 您是否担心返校会被感染上新冠病毒呢 作为父母啊 我想这是肯定会担心的 所以呢 他返校的时候呢 我们也跟他一起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吧 包括一起去他的那个宿舍啊 去看一看 那作为孩子来说 他呢 因为想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第二个呢 他上网课呢 他精神不容易集中 所以这些原因呢 他还是决定了返回大学去上课 那我们也相应的跟他一起就是说把这个计划一起就是说勾了一下 然后呢 就是说也做了相应的准备 这样一个情况 嗯 现在的数据显示呢 青少年感染率很低 而且他们即时感染上了重症的也非常少 可是在另一方面 青少年感染以后呢 很多是无症感染 那您是否担心孩子如果感染了是无症感染 会不会把病毒带给家人造成扩散 是这样一个情况 儿童的新冠感染率是比较低 更好的一方面呢 是他的病发症和死亡率都是相当的低 这是因为儿童的免疫反应跟成人不同 同时呢 他们的机体对于病毒的反应呢 也不一样 那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对父母来说比较宽慰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两个情况 一个呢 儿童的重症率低 那说明呢 就有很多的儿童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呢 他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轻 这样子呢 孩子本身和父母本身 还有孩子的学校 老师 警惕性就比较低 那这样子 孩子可能会成为一个无症状的携带病毒者 对其他人造成感染 那另外一方面呢 儿童中还是有一小部分的病人 比如说他们有孝悚啊 先天性心脏病啊 这样的病人 这样的儿童呢 他们就属于一个高风险的病人 容易有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死亡 那是什么让您最后决定支持孩子返校 这个一个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孩子表达了他的对于渴望和同伴们在一起 这个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 社交是他们心理成长 就是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时让他也表达了他上网可能容易精神走生 那在学校方面 学校采取了那些安全措施或者检测措施呢 那学校对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 他们有这个网上的这种资源来帮助学生 同时有热线电话 那你一旦有什么症状啊 他们就可以提供帮忙 帮助检测 帮助安排就医 同时呢 你要去上课之前呢 你要在网上填一个网上的这个screening 就要回答很多问题 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呢 在大学的各个的路口呢 都有能检查这个体温 这些综合措施放在一起呢 还是比较有效的降低的这种感染的可能性 可是有一些媒体 比如说像CNN就是报道说 自从大学开学以来到9月初为止 全美国50个州已经有各个学院 已经有大约4000多个学生和老师感染上了新冠 您觉得学校现在采取的安全措施够不够 那我是觉得呢 这个政策有这个制定也有执行 所以呢 政策的制定它肯定是已经是 尽最大的可能去制定了 尽全面的去制定了 但是这个执行呢 还是需要就是说所有的人的配合 我是觉得他们的措施呢 基本上是够 但是呢 需要大家配合 那现在是这个政府和学校都制定了 应对新冠疫情行为准则和指南 那我们能不能指望说 让青少年来百分之百的配合 他们正处于这个非常旺盛的活力期 然后也需要社交 需要团体活动 让他们全面的配合 这种期待是否现实 我看不现实 这个期待对于大人都没有办法完成 更不要说这种青少年了 他们是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精力给发出来的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让他们从事一些 比较安全的群体活动 比如说像现在大学里面 这些体育活动篮球 足球都被取消了 那您的学校那些兄弟会 姐妹会 这些团体还在活动吗 这个呢 我是觉得在目前呢 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活动都取消了 包括您刚才说的团体的活动 包括这个毕业典礼 这些都取消了 但是呢 大家都在说 这个会有回来的一天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大家也都比较理解目前这个情况 那您刚才提到了有什么办法呢 确实我们得从一个要有一个系统性的 全面性的办法 尽量的就是增加高风险活动的难度 鼓励那些低风险的活动继续进行 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比如说您的孩子 你会建议他去从事哪些活动 避免哪些活动 那他们还是 有些活动他们还是照常进行 比如说我的孩子他还是去健身馆 这健身馆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们觉得很担心 那他回来之后呢 或者回宿舍之后呢 我们就建议他要做好个人卫生 比如说洗手啊 把自己衣服都换一下 这些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而且呢孩子去上学 他是隔几个礼拜回来一次 回来一次我们也是建议 就像我一样 因为我天天要上班 像我一样每天回来之后 把衣服晃了 手洗了 早洗了 然后再进家门 那你本人就是医生似乎 这个病情不会是心慌失措 是比较有理性的去对待 那你建议家长们怎么样去理性对待 那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就是这个方面呢 我自己作为医生就避免了相对来说不必要的恐慌 但是呢警惕性是一定要保持的 所以你看我自己本身下班回来 也是把自己个人清洁搞好 才能进行其他的家庭活动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网课 您的一个孩子在上网课 那网课的话 孩子有没有比较强的自律性 您是否担心孩子的学业会受到影响 这是肯定的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谈了 你完全依靠孩子的自律性 这也是不现实的 上网课他们肯定是会走绳的 因为也没人在那边就监督你 对吧 所以呢这里面呢 其实有更多的因素 我们作为家长都会考虑 比如说学校是否有这个提供网课的资源 是否有足够的老师的配备 课程怎么安排 还有作业如何 就是如何监督和这个 看这个孩子的这个进展 这都是我们所考虑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 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的健康的影响 等等等等 还有网络安全 这些我们都在考虑 那根据您的观察 你认为现在目前的学校这些体系 有没有做好给孩子上网课的准备 能不能保证孩子的学业 达到以前的这个水平 我是觉得呢 这个东西还是因地区而已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社区 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呢 这个呢 我觉得他们做的准备 还是比较的充分 那我的孩子其实呢 虽然说是上网课 他上完网课之后呢 他下午还是回到学校 去参加体育活动 那毕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 然后跟朋友 像以前那样的正常接触的机会 也大大的减少了 那会给孩子的这个心理成长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据您的观察 你有没有发现有不利的影响 我是觉得是肯定会 时间短的那还好 可以克服一下 时间长 我是觉得对孩子的影响 是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人嘛 是一个群体的生物 它的成长过程中 包括它的心理成长 是需要跟同伴的 相互的这种作用 互相的就是模仿对方啊 这些都是他们这个成长过程 所必须的 所以关于这个家长 和老师是不够的 这个团体活动还是需要的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网络安全 现在孩子上网课的时候 有大量的时间接触这个网络 而且老师也看不见 那在这方面 您作为家长 你有什么样的担心 那家长也看不见 所以我们确实也有 这方面的担心 只能跟孩子讲 要就是说 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功课上面 你要是要有其他的 那个你就可以在上课之后的时间 去做 还有就是孩子长时间的坐在电脑前 也没有一些就是课间的这个活动了 那视力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和身体方面 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 那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我们大人这样子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 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有的 像我自己这个体重就增加了 那确实上我们只能就是鼓励孩子 就是说尽量的交换这些活动 那也多看一看其他的 上完课网课之后 看一看其他到室外去走一走 这些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周末呢尽量鼓励他们跟朋友啊 同学啊见见面 这样子 但是也要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对对对对 那这次的新冠疫情 您在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现在呢也持续了将近一年 您认为这个疫情会对我们现有的教育模式 产生多大的深远影响 这个时间拖的越长呢 我觉得这个影响呢就越严重 毕竟呢这个网课呢 跟上课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你看学校呢 它像一些大学 它的收入来源不仅是有学费 它还有包括给学生提供这些上述啊 这些服务类的收费 这些收入减少之后 对学校的那个影响是挺大的 所以很多学校你也可以看到已经关闭了 那这些关闭了之后 带来的这个老师 有经验的老师的流失 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长子下去呢 影响是很大 大家都在开玩笑 那长子这样下去之后 大家都在上网课 那也没有哈佛 也没有这个耶路和州立大学的区别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说到这个一些 比如说大学之间的竞争 是否也会减少 这个我觉得呢 因为这个事情 疫情来得比较突然 所以对这个未来的影响呢 大家都心里没有数 我们也只能走着瞧了 所以这个疫情的这个延长 它对我们这个教育 这个整个这个学校啊 这个家长啊 孩子啊的影响 就会逐渐的暴露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呢 那个政策的制定者 政府 学校啊 和社区 还有家长 我们都得从一个全面的角度 去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病理学与免疫学博士 尔科医生何迈的分析和解答 来宾发表的都是 个人意见并不一定 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金斯伯格的疑线癌 为什么被控制了十年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终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拜德·金斯伯格 因为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去世 不仅震动了美国政坛 也让医学界重新审视胰腺癌这种恶性肿瘤 胰腺癌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 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晚期的患者通常只能生活不到一年 可是金斯伯格在2009年就被诊断出患有一线癌 为什么能够控制十年之久 今天我们邀请纽约麦摩尼医院肿瘤内科和血液专科医生 纽约州立大学夏城医学院临床副教授黄一吴来解答 黄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 您让我来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让大家非常的遗憾 他的病史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那疑线癌是美国第四大致死的癌症 金斯伯格在2009年就被查出患有疑线癌 为什么能够控制十年之久 颐线癌呢 其实有两大类 一个是所谓的内昏迷性的肿瘤 一个是外昏迷肿瘤 我们常提到的颐线癌就是属于外昏迷性的肿瘤 因为它颐线的主要功能有两大功能 一个是产生各种的急速来调节血糖 这是内昏迷的 另外一个就产生各种的消化酶来帮助消化食物 所以外昏迷肿瘤是我们常说的颐线癌 它呢 颐线癌它又分成 取决它多少 早期中期至晚期 如果是早期的颐线癌的话 现在的技术存活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就长期存活的 晚期的颐线癌 现在的存活力 也就是大概百分之二点五 五年存活力 所以呢 完全取决是哪一期的 在Ginsberg它呢 在2009年发现的时候 是非常早期的颐线癌 所以呢 手术完了就算根治了 一般来说 我们如果五年没复发就算根治了 所以它那时候算是早期颐线癌 手术完了就根治了 后来到2019年的时候 2019年去年的时候 它又重新发现了 发现了一个肿瘤在胰线里面 这应该算是第二个胰线癌 这一次的话 因为它年纪比较大 没办法做手术 所以它就做了用急迫的放鸟 暂时控制一段时间 所以很快它肿瘤就复发了 所以呢 大概几个月以后 就今年的五月份 它就发现已经转移到肝脏 从转移到现在 也就几个月时间 它很快就走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在最初大法官金斯伯格被诊断出 患有胰线癌 是在检查其他疾病的时候 偶然发现的 也就是说 它当时并没有症状 是属于非常早期的发现 可见这个早期发现 可见这个早期发现也非常重要 是的 因为胰线癌很遗憾 于它的位置是在虎膜的后面 一般来的话 早期都不会有症状的 能够出现症状 大部分都是晚期的 个别的肿瘤 比如说长在胰头上的 它如果长大 刚好堵到胰管 就是胆管 会出现黄胆 那时候是相对可能 会稍微早一点的肿瘤 大部分都是晚期发现 所以如果那些高危的病人 定期筛选 就有可能找到早期肿瘤 那是有可能长期存活的 能够根植的 那一下癌的诊断 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 它早期都没有症状 而且它相对来 虽然它发病率不是很高 但是致命率是很高的 但是呢 相对来是发病率是比较低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 常规的筛选 比如说像肠癌 肺癌 乳腺癌 我们都会定期检查 常规筛选 疑线癌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非常可靠的办法 能做筛选 那这个疑线癌 有哪些症状 怎么样来区分 它和胃痛 或者腹痛的不同呢 对 很遗憾 疑线癌 它没有一个特殊的症状 所以能告诉你 它的疑线癌 一般的症状呢 很多时候跟 很胃的部位 因为它是在胃的后面 所以呢 那一旦开始变大 它压不到周围的神经 它会觉得胃会 上腹部不舒服啦 有时候是放射到 两侧的腰部 有时候食欲会下降 吃饭的肚子胀 消化不好 体重会下降 有的人突然间 发生糖尿病 所以这些都是 一些症状 但都不是很早期的症状 而且不是特异性的 它很常跟胃的表现 症状呢 很容易混在一块 这就为什么很难早期发现 近年来我们听到 很多名人 因为疑线癌去世 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 南高音帕瓦罗蒂 还有美国苹果公司的 CEO乔布斯等等 这也让大家 对这个疑线癌 进一步的重视起来 那为什么近年来 这个疑线癌 有上升的趋势 这个我们现在 不是特别清楚 大家相信一个是年龄 因为呢 那年龄越大呢 它以前还要发生的越高 现在大家的寿命延长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营养的改善 回胖症增加 糖尿病增加 这是一个相对的危险的因素 还有当然其他 比如说吸烟也是一个因素 还有就是比如说 一些化学物的暴露 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这刚才我说的糖尿病 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那黄医生 我看到有些报道 您刚才提到这个高蛋白质和高脂肪的摄入啊 有动物实验已经证实高蛋白饮食可能和这个疑线癌的发病有关 日本有研究说呢 自从1950年以后 疑线癌的发病率增高了四倍和这个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 有一定的关系 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信息 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政治说 直接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或高脂肪就会引起疑线癌 也是高蛋白高脂肪饮食引起的糖尿病呢 危胖症呢 这些呢 间接的会引起疑线癌的发病率增高 所以是间接引起 那还有哪些人是属于高危的人群呢 所以最大的一部分的高危的人群就是 一个是家族性的 有一个叫做家族性的疑线癌 它就是家族使得 这样你能拥有几代的人都会发生疑线癌的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肠道的遗传的综合症 比如说收发性吸入综合症的病人 还有一个是乳腺癌综合症叫BRCA1跟2 这种基因突变的病人 这种病人的整个它的疑线癌的发病率 比别人要高 另外就是有一些慢性疑线癌的 疑线癌的病人或者家族使得 这些发生力会比别人要高 那这个疑线癌而来正在 疑线癌是变成疑线癌 疑线癌本身不会变成疑线癌 疑线癌又分成两种 一个是急性疑线癌 一个是慢性疑线癌 急性疑线癌 比如说胆时症时都掉下来 堵在那个疑管上面 它就引起急性疑线癌 或者说有些大量的饮酒 也会诱发急性疑线癌 或者说一些高脂血症的病人 尤其是高肝油三脂血症的病人 这些人应该比较容易发生疑线癌 一般都是急性疑线癌 这些一旦好了 一般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合遇中 比如治疗原因治好了 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疑线癌 比如说长期胸酒 一吸完喝完酒了 发生疑线癌 第二次又喝酒了 又发生反复的发生疑线癌的话 就变成慢性疑线癌了 那这些依旧炎症在那次刺激的话 它的疑线癌的发病率 就要比别人要高 那其中您提到这个家族史 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所以要定期的检查 对 如果有那些慢性疑线癌的病人 家族史的或者一些遗传综合症的 已经知道的 那结果我们就建议定期检查 现在检查的手段就只有两种 一个是所谓的胃镜超声检查 就要做一个胃镜 关个超声头去看疑线 里面也没有肿瘤 还有一个就是MRI 就呵持共振 这个说相对比别的检查要麻烦一点 这就为什么他们没办法普及 那黄医师 如果有家族史的话 您建议在什么年龄开始检查 频率是多少 对 一般来就是 如果家里能得的疑线癌是50岁 你就从40岁开始每年检查一次 一般要么做胃镜超声 要么做MRI 就是核磁共振 那说起这个家族史 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金斯伯格的这个病史 1999年他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 接受手术治疗 2009年金斯伯格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 也接受了手术治疗 2018年金斯伯格在办公室摔倒 在诊疗过程中偶然发现他患有肺癌 也接受了手术治疗 2020年7月14日金斯伯格因为感染而被送往马里兰州巴尔滴模式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接受治疗 2020年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大法官鲁斯戴德金斯伯格去世 中年87岁 自从金斯伯格第一次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之后的20年里 又陆续的被诊断出患有多种癌症 可是他积极治疗 每次手术后很快又回到工作岗位 更没有想到要退休 一方面说明医学界在治疗癌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坦然面对疾病顽强抵抗疾病 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抗癌免疫机制 维持临床治疗效果 改善生命质量和延长生存期 那么治疗这个一线癌有哪些手段和药物呢 现在其实一线癌我们这几年已经有很多新的进展了 对于治疗上来说如果早期的或者中期一般是手术 我们别的办法可以做放射治疗 还有化学治疗 现在还有免疫治疗 还有靶向治疗 所以呢根据他的情况来决定 早期的话手术就只能做手术 不能手术但是还是极限在一线的 我们可以用化疗把它变小了再去做手术 然后呢如果手术完 那我们还可以给他做半年的化疗 就可以把大大延长他的生命 甚至很多人可以根治的 就是俗后的化疗 如果晚期的肿瘤不能做手术的 也可以如果是有疼痛可以做 用放射治疗疼痛 如果都不需要的 那可以用各种的化疗 可以控制一段时间 现在呢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查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 比如说如果这个病人有一些 叫做啊 DNA修复的损伤的缺陷的这种病人 那现在用免疫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还有部病人呢 比如说BRCA1或者2 突变的病人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叫 PAR inhibitor 专门的可护的靶向药 对这些病人化了完以后 用这个药可以控制相当长一段时间 另外还是要保持体重 不要肥胖啊 还有就是有抗热变化机师控制 这些都是他的危险因素 感谢纽约麦摩尼医院肿瘤内科 和血液专科医生黄一吴 为大家做的详细介绍 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